9月6日,2019年范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在广西南宁召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率团出席。 当天上午8时45分,一身黑色西装的林郑月娥与范珠三角区域合作各位行政首长一起合影留念,之后林郑月娥观看了设在会议中心的范珠合作成果展。 上午9时,会议正式开始,会议由2019年范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执行主席,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陈吴主持,内地九省省长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相关官员出席会议。 据了解,当天的会议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向媒体开放,第二阶段为闭门会议,第三阶段各方行政首长进行表决并签署, 2019年范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纪要。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对接越港二大湾区建设深化范珠合作发展,在贵期间,林郑月娥将同多个省的首长探讨合作机遇。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